听说你被同事撵出来了 他们排挤我 我让他帮我倒杯水 他端过来的时候手指都擦杯里了 那水瞬间就变成黑的了 跟他们石油似的 你这不往杯里下黑手吗 后来才知道这小的后几个月没洗澡了 多恶心人呢 我们就给他撵出去了 洗不洗澡都会跟人自由啊 怎么那么多事呢 他们就是故意排挤我 我不洗澡不也没耽误他啥吗 那他还想耽误啥呀 他现在在办公室一走一过 空调一水那头一吸满天肥 跟他们暴装卫似的 那同事们都以为屋里下雪了呢 他在办公室我们都不敢呼吸 就生怕吸进去 你这样确实挺影响公司卫生环境的 那也不能因为公司环境就影响我呀 怕进一去就憋着 就不能为同事们考虑一下吗 他们也没好哪去啊 没经过我同意 就在工作群里给我改了备注 这小妮人 老板看起来还点了个赞 这不是搞真对吗 我都没面子 那可不小妮人吗 那大伯的缺黑的 全是村和泥都嘎巴了 你这值得羞耻你就洗洗呗 有那么难吗 那咋的限定皮肤啊 不舍得洗啊 专家都说了 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泥做的 那我毕竟在存成泥 保护我育体吗 你看见呗 脸皮厚还埋着 那怪我们给他撵出去吗 他在公司多当公司卫生环境啊 那你老板知道这件事吗 嗯 小涛也是老员工了 但是为了公司环境也只能这么办了 你把小泥人捏打去了 在公司门口 你这也太过分了 是吧 我也觉得挺好 把他放公司门口 多影响公司面貌啊 来 你以后在这办公吧 离公司近 我拿走了啊